大陆对富士康动手查税 让鸿海24号股价跌破百元关卡 创2023年来新低 而25号收盘价来到99元 而鸿海大跌也吸引许多散户有入 鸿海股价越跌散户越加码 24号领股成交287.6万股 较查税前爆量17.76倍 25号股价收盘价再涨0.7元到99元 涨幅来到0.71% 股民选择危机入市 不少网友也讨论 究竟该不该逢低买进 财经专家陈崇明也表示 鸿海已转型成高息股 过去两年都配发5元以上 100元以下的殖利率也超过5% 不过也有人认为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将因选举 让鸿海股价持续下探 然而分析师翁伟杰则提醒 散户涌入也要留意相关风险 看看鸿海旗下工业赋联 股价也受冲击 市值蒸发超过2500亿元台币 而财经网美胡彩平则表示 富士康再跌下去真的会心脏病发 现在对郭台铭来说是每分钟都煎熬 眼看鸿海将在11月14号 举行第三季法说会 富士康遭查税 预料将成为重要议题 TV的新闻亮来刘轩台北怎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